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宾有黄伟哲委员 林玉芳委员 还有辉文先生 邱毅教授跟凤馨小姐 先看一下这个美牛瘦肉精 为什么说台湾民众都变成一个猪八戒了 好 涛哥 昨天晚上行政院是投下了一个震撼蛋 因为说在六年前的时候 扁政府时代的时候 其实早就已经有条件的开放美牛 而且当时只查猪不查牛 恐怕有十万吨的美牛都已经吃进国人的肚子里 真的是这样子吗 请看我们的最终报道 一直是验猪不验牛 所以这十万吨里面 有多少牛肉是含有蓝克多巴胺的 扁政府是只有进口 并未过问 没听错吧 投下超大的震撼蛋 十万吨还有瘦肉精的美牛 早就在六年前被国人一一吃下动物 当时执政的扁政府时代还是采取查猪不查牛的政策 真的是这样吗 面对马政府指控 上午民进党紧急召开记者会议 痛批把责任赖给民进党 一直到2008年的政党轮替 民主进步党都没有开放瘦肉精 并没有让含瘦肉精的肉类进口到我们台湾来 强道觉得没有开放含有瘦肉精的肉类进口 但政院说 马总统是在洞鬼聊了 才会决定公开真相让国人知道 而这惊人的数字的确让人很担忧 因为这六年来十万吨含有瘦肉精的美牛 到底有没有被国人吃下肚 记者先是向行政院卫生主调阅资料 发文日记写得很清楚 95年1月25号 苏贞昌担任隔回时代就已经有条件开放美牛进口 而且各大超市大卖场都必须辟有美国牛肉专区贩售 再来政府是不是真的采取查猪不查牛政策 证据也摆在眼前 从96年7月25号起就只抽查验进口猪肉 他有一个公文说我要查猪 但是就一直没有说要验牛 话说得很明 的确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查牛的相关资讯 而美牛问题争议不断 先朝后朝各说各话 但到底是谁在偶背够 证据说明一切 这个政党之间的这种口水 人民是厌烦的不得了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谈这个事情 可是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状况 那么问题就很令人错愕 已经胡闹了将近整个台湾 虚耗了将近三四个月 为了这个美牛受肉精的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油电双涨的情况 影响了整个的物价 美牛受肉精不知道多少餐厅受到打击 很多的店都真的是开不下去了 那么这种状况如果是虚耗 我们现在就一样一样的呈现在所有的社会大众眼前了 这个到底美国牛肉受肉精 2006年进口了到一支十万吨 说我没有要受肉精 但是有没有不检查美国牛肉 如果这个属实的话那就很严重了 有没有不检查 是啊 目前的资料显示就是这样 除了你民进党可以拿出一个资料证明说 有 当时对美牛做了检查 因为你如果检查 你就会有资料留存吗 你什么时候下令检查的 你检查的结果是怎么样 譬如说我拿个东西给大家看 这个是我去日本的时候 日本人给我的东西 我们到了日本的参议院 中医院 再到日本交流协会 他们只问我一件事 你们这样跟美牛市 你可以闹这么厉害 我们没有这样子厉害 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标准 然后就公告 大家就遵照 执政党在野党都觉得很奇怪 当年的执政党就自民党 在野党就是民主党 现在民主党变成执政党了 一致觉得很奇怪 我们去看了日本交流协会的秘书 他也觉得很怪异 你看看日本人怎么做了 他针对了三年 去检查 这里面有检查的牛 有检查的猪 有检查加工品 这里面有检查美国 澳洲 加拿大 丹麦 一路下来 纽西亚一路下来 他检查东西在这里 那你现在民进党拿这个东西给我看 像日本政府这样拿出来给我看 所以有 你那时候检查牛 某年某月某日到某日某日之间 他这次过不过是三年 三年的时间 我们去的时候最近的三年 你拿这个资料出来 像日本人这样做你拿出来 拿出来我们就认为你没有说谎 你拿不出来 当然我们就认为你是说谎嘛 所以这有没有这个在过去这六年 针对美国牛肉瘦肉精在陈水扁先执政的时候 如果根本没有的话 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因为民进党到最近这半年来的强烈的这种杯格 那整个台湾民众算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我要分两点来说 第一点说 民党执政的时候是禁止瘦肉精进口 含萊克多巴胺的瘦肉精的肉品进口 不分牛肉猪肉 如果刻意放过牛肉而止检查猪肉 很刻意的 我觉得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是不对 我先要清楚讲 但我要请大家看 这是一个新闻稿 卫生署的新闻稿说 吃美牛中毒 卫生署允许负责 它特别掉美牛干 难道吃其他的肉中毒 卫生署不用负责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 如果我们的肉品是禁止 含萊克多巴胺的任何肉品 你其实肌肉也有可以添加莱克多巴胺 我觉得其实都应该是 都应该检验 那如果你 你刚刚根据那个公文显示 如果你只可以检查猪肉 其他都不用 那当然是不行 那如果是他没有刻意标明的话 我觉得谢谢你 这重点在这里 我们先让观众朋友来看 这大概 应该是所有肉品都禁止 不不这大概的 这个整个的一个来龙去卖 这是在05年4月16号 是美牛肉解禁 这是在陈水扁县执政的时候 没有问题的 在06年1月25号 恢复条件开放美牛进口 然后在07年7月18号 立委提报说 美国猪含有瘦肉精 卫生署说 不知道瘦肉精是禁药 跟大家说对不起 这也是陈水扁县执政的时候 然后到07年7月19号 是检验美国猪 没有检验美国牛 这里面说 为什么没有检验 这个整个的时间的程序也在这里 08年的1月30号 经济部标准检验区将猪肉瘦肉精 列为重点检验项目 这是所有的里面的这种公文 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从2005年到2008年 历经了禁止再开放一段时间 那陆陆续还有让你加总两年三年 如果说没有落实好充分的检验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这是不对的 但是过去的四年 国民党执政时代 马总统说完全执政完全负责 请我告诉我们 有没有错 是 我们现在每一样都在检验 就一样一样检验 刚好是杨志良前任的这个卫生署书长 上个礼拜在新闻业总会讲了这一段话 来看一下 这个贬政府呢 有同意美国 私底下同意 说这个猪肉检验 培林就不准进来 牛肉呢 就不检验 所以从那时候 我为什么知道呢 就是那个时候 原来我们的 这说的有点故事啊 我们原来呢 是卫生署委托商品检验局 检验进口的食品 到了我们食品药管理局成立以后 我们就把它收回 社会的时候 经济部的商检局没有移交说 我们以前贬政务的时候答应 只验猪 不验牛 我们就验啊 因为没有交代 没有人移交 所以你们就去验牛 所以一检查出来的时候 他们跟我报告 我就马上跟吴院长 跟马东东报告说 我们牛肉验出来了 猪肉是没有 猪肉验了就退回去了 那我们知道依法行政嘛 我们说除非修法或修改命令 那个时候我们只能依法行政 这这里面是不是就可以证实了在 呃 陈水扁先生执政的时候 明明也公开的知道说 收入金是这个应该要这个禁止 那时候对民众这样讲 但是完全是满天过海 当然今天从这些公布的资料 我觉得除非民进党能够拿出反证 否则的话资料里头显现出来 民进党明的是说禁止 其实按的来讲的话 我必须说更可恶 因为不检验的关系 他如果超过安全容量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要定一个安全容量 还是我们每一次都要检验 但问题是 如果他超过安全容量呢 因为完全没有检验 这里面是 这个街行政院公布的嘛 行政院的卫生署的这个函见 这个函见就大概说明了一切 因为在这个函见之前 卫生署就公告啦 裴林是禁止的啊 这个收入金是不可以的啊 可是当卫生署要行文给 经济部的商品检验局的时候 他为什么只说了一个 请增加动物用药裴林营下 是针对什么呢 进口猪肉 只有针对进口猪肉 那你这一份公文里头 应该是进口猪肉牛肉啊 为什么只有进口猪肉 而且请注意哦 这后面是有编码的 只有针对这一个项目检验裴林 没有针对牛肉检验 商品检验局当然是 你叫我检验一项就检验一项啊 我如果不需要检验的东西 你叫我检验我不是白费吗 我这个都是公务预算支出 你没有要我检验的东西 我如果检验的话 这个钱要到底谁来付 我觉得行政院卫生署 当初的这个罕见 发函的人就要说清楚 你为什么明的说禁止 私底下叫你的经济部的同僚 不要检验 坦白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恶 而坏的一件事情 这是重点现在 不是 可是他跟我最后讲一句 但是你证明了民进党很坏 并不能够证明现在执政党 并不无能 他再坏也只能够证明你更无能 我简单说了 如果刻意的如同凤鑫所讲的 刻意的讲说 他只检验猪 私底下要告诉说不要检验牛 如果是这样子 我觉得很可恶 我清楚 我的立场跟你一样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譬如说我们的法律已经规定了 随便卫生管理法已经规定了 把这个设计列为禁要 你本来就依法做 那卫生署就坏在什么 他为什么行这个文 只说猪肉 不是 现在这里已经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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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卫生署也跟猪肉 不是 韦州先生 这话已经是太清楚了 韦州先生 我这边讲一句 韦州先生 你不能昧着良心讲话 今天卫生署 为什么要违法出这个函 是卫生署自己的意思吗 是卫生署自己笨吗 但是法律已经有定在这边了 不是 但事实上 目前看得到 至少目前看得到的各种的公文 证实一点 民进党在2006年已经知道说 这个瘦肉精的问题 但是没有说我去检查瘦肉精 反而等于是放纵了 这个六年的时间 可是这整个的情况是 杨志良前署长讲说 到他接手的时候 还到卫生署成立了 这个整个视频检验局 去年的1月1号 是 然后再开始检验 一检验 体质大条 问题这整个 欺瞒了六年的时间了 韦州拗得太厉害了 这件事情是 卫生署已经明定 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 培林 是禁药 好 紧接着卫生署 用正面表列的方式 给执行检验的经济部 商品检验局 让他去检验 猪肉的 有没有莱克多巴胺 正面表列 你知道政府的公务程序 政府的行政程序 你卫生署是主管单位 卫生署告诉你商品检验局说 只检验猪肉 而且给的是一个编号 那他当然只检验猪肉 他当然不会多是检验别的 这个叫正面表列的一个公文的方式 好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民进党做一套做一套 瞒天过海 你96年2007年8月16号 你民进党今天通告了 通告了WTO 说要定莱克多巴胺的标准容许量 安全容量 那后来呢 后来反悔了 那反悔的原因当然有各种的说明 好 你反悔了 反悔了以后怎么收场 怎么收场 你竟然用这样的方式 只检验猪不检验牛 如果不是使管局成立业务移交 杨志良还没有办法发现 一发现才发现 这几年 因为民进党当时的瞒天过海的做法 我们已经吃了多少年的 乃克多巴胺了 不 这整个的问题在前面 说欺瞒大众 我本来应该要检验的 但是我刻意用整个的行政命令 一纸公文说你不要检验美牛 大家心照不宣 你去给我检验去租去 然后这欺瞒了这个民众 这目前看的是情况 按照这个公文是如此 另外一个 等到现在 说你要美牛这个瘦肉精 站在国家利益上 必须要考量 那马上出来了 这个瘦肉精的这个问题 我再先前 谢谢 这个 他跟美牛的议题吵了这么久了 忽然由杨志良去联合报投书 杨志良上电视 或者那都不重要 我都不谈他了 由行政院发言人出来讲这些 包括市冠局这个 出来开这个记者会 我认为很奇怪 那不是移交这么久了吗 食品贵政关系多久成立了 那马政府也执政一任四年都过了 你现在说 已经炒了美牛要表决了 我给大家看 其实上个礼拜这个问题 就应该解决掉了 612当天 院会排定是美牛的表决大战 结果遇到下雨 结果现在开临时会说 礼拜三开临时会 可能开临时会 结果有两个台风可能会来 涛哥我讲这个是 完全不是天气预测 我是要告诉大家 你今天 国民党行政院拿这个主题出来 督到这个也是没责啊 那民进党 民进党很简单 我们立委 我们要回去选区 我们要照顾灾民 去看他灾情什么的 什么都不用谈啊 你现在要去证明说 民进党出尔反尔 考哥我必须讲句实在话 谁不知道呢 这个啊 萧美琴啊 号称叫美国通 是英伟这样叫他的 他说台湾没有反美的本钱 萧美琴是谁 我想观众朋友很清楚 蔡英文塞性的不见柏锐光的时候 柏锐光只见到萧美琴啊 其实涛哥你今天叫韋哲兄来喔 我在外面我是自己有盘算喔 今天要跟黄韋哲算这笔账啊 那天你跟他电话连线啊 我问 请教黄韋哲委员一个问题 我说如果民进党执政 或是民进党在立法院占多数 可不可以改回来 他逼而不谈啊 怎么可以逼而不谈呢 你会 你可不可以改回来嘛 涛哥我们绝对要尊重韋哲兄的 这个坚持啊 他是耶鲁跟哈佛的双碩士 他对美国怎么不了解呢 如果 如果再一句话就好 如果黄韋哲今天在2100 当着大家的面 现场直播 当外面讲说 如果以后民进党执政 我就把他改回来 那民进党还真是个汉子 那问题韋哲先生 他只是在代表他个人 他是个立法委员 其实这个事情的朝野之间 对民众来讲厌恶到极点 根本恶心的这个程度 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 我们多久没谈 大家想想一下 我们多久没谈美牛的 恶心的 可是今天这个总是 有一个来龙去脉 有一个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然后要不要进美牛 都无所谓 但是台湾民众愿不愿意 这样子持续被欺骗 我只是这样子 我待会再请你回应 恶心还是要谈啊 我先做个结论 为什么民进党政府当年 验猪不愿牛 因为猪的压力来自猪农 来自国内 他们要什么 他们不要瘦肉筋 那为什么不愿牛呢 因为牛农的压力来自美国 而牛农的压力是要瘦肉筋 这个差别在这里 美国牛肉 对 美国牛 美国也是要瘦肉筋 所以这个民进党做一个 选择性的验猪 验猪的话满足台湾的猪农 不愿牛的话满足美国的牛农 就这么简单吧 等一下请你指教 那现在刚刚讲说 是因为马英九说动不了 有这个属性 看你怎么办 所以拿出来讲 我觉得是没有效率呢 是行政团队不行呢 还是真的动不了 如果是为了动不了 才在临时会的前夕 这样讲的话 那也未免太善良 那现在问题是 10万度的牛肉 在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吃下去了 没有事情 那这个 中年在这里 那这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这个毒性非常低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毒性 但是看不出来 那不管如何 这民进党的这些支持者 所强调的 这是很毒的 这个是站不住脚的 那最后我要讲了 那为什么民进党 没有去细查 当年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做法 而现在就是要反美流 就是因为自从大选输了以后 民进党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在下一次的大选 把你拉下来 所以他们其实看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是反牛 其实不是反牛 是反马 这是牛马 马英九的2010年又不选 不不 这是马英九 所代表的政党的职权 你妈妈给口 这马英九 这反马的结果 事实上 国民党的声望 降到最低点 所以他2016也好 2014也好 那选举会比较简单 今天它是一个斗政治斗争的手段 我必须讲今天民进党 还在进行什么你知道吗 是议会路线呢 还是群众路线 他继续在搞群众路线 他是把群众路线的场景 搬到国会殿堂 以前我们是在街上做群众运动 我也参加过的 但是把这个搬到 现在搬到国会殿堂 其实他的政章性 是非常有问题的 因为当年我们是政议委员 对 当年是没有大家的 对 体制的挑战 体制的问题的挑战 你现在是大家等票等值选出来的 你再不属人头 而可以用这种方式的话 那我请问台湾是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国会政治吗 不 我觉得台湾民众 对这个政治之间的这种恶斗 恶心 而我还是认为 很多民众认为是恶心 这是苏嘉全先生 当初在07年9月13号说的 针对这个瘦肉精 那时候民进党已经公开承认 被这个戳破了以后 他说这个瘦肉精我对不起人民 但是苏嘉全那时候农委会主委 说如果医疗单位证明 瘦肉精在一个计量之内 没有影响对序幕有帮助 凭良心讲 我们禁止是一点都没有道理的 好 我要凭良心讲 就讲 我就等他讲 讲后就要讲 这是马总统 2008年8月16号 在TVBS新闻播出来 告诉我们 不能够有任何的收入金 马总统是这样子 他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是这样子 今天他的改变 他的改变比较严重 还是苏嘉全 那个时候你要扩他的话比较严重 我觉得是马总统耶 马总统因为现在执政了 他的改变有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 包括他1月14号 见了美国的代表之后 他的讲所谓三没有 有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 其实今天我同意 老百姓的 台湾老百姓很理性 如果马总统告诉我们 是因为我们 因为美国压力 我们因为怎么样 对国家比较好 因为TIFA 因为他们不要讲说 没有任何承诺 没有时间表 没有预设立场的话 我觉得其实 在野党的关系 跟马总统的关系 也不会弄得这么强 那如果可以的话 也请马总统告诉我们 他至少赚到一个政权 他也不用道歉 那道歉没有 你说他道歉以后 这个瘦肉金的问题就结束了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 比较好对话的基础 是 但是这所有的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人民最厌恶 最觉得无聊到极点的这个问题 唯一的重点 瘦肉金有没有像 目前所三货出来的说 不得了一吃完以后 什么什么什么 出来各种的恶劣的这种状况 搞得人心惶惶 如果全部是政治人物的败弄的话 那台湾民众不是当着猪八戒 我这样讲 在野的时候 跟在指正白就不太一样 在野 因为你资讯不充分 你不发达 等到你今天当了总统以后 你就发现很多资讯都来了 你看清楚以后 你做调整 我认为马恩九没什么错 那给我们一个交代 没有什么错 马恩九讲过啊 而且马恩九 你说一直讲说 马恩九对美国有承诺 美国已经跳出来讲了 是你们民进党对政府 对美国有承诺 马恩九没有承诺 你硬要说人家承诺 人家就是没有嘛 那我要讲一件事最重要 要不要有诚信 民进党是个泱泱大党 你们是最大的在野党 要不要有诚信 今天我觉得大家在骂说 两个党都一样烂 我很不服气 今天所有的问题的来源是什么 是民进党占据了主席台 你们在搞文革 韋哲 你不要这样讲 你在美国念书了 你是念政治学 我是念政治学的 你告诉我 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政治学 有教你说 如果执政来要推动一个政策 你不喜欢 你就霸占主席台 你说嘛哪一本教科书 谁写的嘛 诚信最重要 在你们看这个朝野协商 这个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为了维护国民健康 这个再进行 立法院未完成修复 而且行政院承诺 再进不用行政命令 开放收入金 然后你们这边讲到 各党呢 只能用最先 最先的法案来处理 而且你还告诉他们 你们要依法行政 好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我要讲你们的一件事 现在 现在有人有想 国民党有立委主张啊 说那就让行政部门去宣布嘛 免得再打架嘛 好 我告诉你 按照朝野协商 这是你们的签名在那里 连台典都签在那里 行政部门如何能够宣布 你们讲的一定要依法行政 而且这个法呢 是要依修正后的食品卫生管理法 你行政院才有权利修 第二个 你看这个是4月3号的 为了因应立法院朝野委员 有关收入金问题之食品卫生管理法 修法之需要 行政院完成食品卫生管理法 审查后 得以有关收入金之修法条文 先行送立法院审查 你看到没有 而且还要送到立法院审查 你们今天你们假如要立法院审查 你们现在霸占主席谈 怎么审查你告诉我 这就是文革嘛 这就是流氓的作风嘛 这是你们讲的要依法行政 就是说不要让我立法院通过 你们要不要让人家有通过的机会 再看另外一个 你们写得更清楚 这里面所有都签了 这个每一个朝鞋都有 你们还讲得非常的细 所以要进行委员会处理以后 捐同意送冤会处理 你们的处理就是占领主席 是这样叫处理吗 你们当时也还签的时候就是 告诉我们 我签了以后 到院会我就占领主席 是这样吗 如果是当时讲清楚 不要骗国民党来签嘛 第二个你们还讲到多细 有关市民管理法的第十一条 应该怎么样 说发言后呢 然后就三个版本 然后就一直依序表决 你们有没有让我们表决 你们签名要让我们表决 你们有没有让我们表决 韦哲 你今天是在美国 念了好学校出来的人 你今天想听民进党 去辩论 已经辩论到 我真的作为你的好朋友 我听不下去耶 为什么听不下去 我再请问你一件事 你说马上我说 你们讲的事情 还是你觉得 第十七条之一的条文 你们也讲要依序表决 你们重头党 讲依序表决 第三十条 党团协商 你们有没有让我们表决 你就告诉我这件事 你们承诺要表决 最后不让人家表决 你认为这对吗 不要虚伪嘛 我这件事 现在是两件事 不要用人生公项 现在都不是个人的问题 不是要做人生公项吗 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这个美牛的问题 其实在陈水扁先生执政的时候 已经没有检查瘦肉精 但为什么到现在 搞的一个天下恐慌的这种状况 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如果照刚才林玉芳委员所拿的 这几个朝野协商各党团都负责监制的 那这个情况 这台湾就是个民主政治的社会 大家就最后表决 那就让人民 如果国民党都表决 人民觉得很快 两年之后就可以淘汰一部分 那怎么虚伪 我不认为比他虚伪 第二个问题 我想说的是 刚刚那个结论说近期内 近期内 有没有人事后问陈冲院长 近期内是什么意思 陈冲院长说近期内是5月31号 会期截止之时 第三个 说依法行政院依法行政 没有错 我不是替行政院 我也不需要替行政院找借口 因为反正现在民进党 过去5天是占了主席台 没有错 我就承认嘛 大家看到了嘛 行政院是这么讲 依法行政是 现在依了什么法 实名为生管理法 现在是行政立法权 赋予行政权可以公告 他就不公告 那我就让你立法院去弄 那我说完嘛 你说 你说 你刚刚我让你说完 好 你说 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问题 你说朝野 朝野之间有没有争执 有没有打架 你说韩国 韩国打得更凶吧 我不是一定要跟韩国比 大家的意思是说 台湾如果这个时候不通货 就会怎么样 我们的竞争力就会怎么样 我们的当初 谁跟我们承诺 从EGFA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怎么样 说EGFA签完 有多少FTA要签 也没有啊 现在说还要在美牛 我同意 就是说在美牛 在国家利益的权衡考量之下 大家是有个理性对话的基础跟空间 不过那个理性基础跟空间 随着马总统 并没有跟我们讲出 真的实话的时候 这个理性空间 已经慢慢消失了 你真的实话 是民进党是不是早就已经知道 这也是这事 黄伟哲刚刚讲的意思 黄伟哲你代表民进党团吗 我真的很好奇 因为你刚刚讲说 近期内是指5月31号 陈冲院长自己讲的 这不是陈冲的问题 这是你们的认定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朝野协商的结果 现在朝野协商的结果 如果你们同意行政院长陈冲说的 近期内是指5月31号 而且所谓的依法行政 是按照现行的食品卫生管理法 行政部门就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发布的话 那你如果同意的话 那行政院用行政命令来发布 你们就不要抗争了 因为是你们柯建民说不可以这么做的 行政院用行政命令发布 他就负他应该有的责任吧 我现在我跟你讲 我必须要讲 我不能够相信民进党的话 刚刚反而怀伟泽就一直凹一直凹 你说之前有没有欺骗我们 就是指焰猪不厌牛这件事情 有没有欺骗我们 你说 哎呀这个有猪肉的啊 那牛肉没有说不厌 但清楚不过了 白纸黑字这样子写耶 前面你们是用头来按摩的事情 这边是白纸黑字讲说不要验牛肉耶 民进党可以欺骗成这样 但我同意一件事情 陶哥我必须要讲 我认为马政府的相应 也让人到了 我们把人做了一个地步 哎 台湾人民怎么这么倒霉啊 为了这种彻底荒谬的一个 搞成如此 真是大家期盼说摆脱了过去的这些 台湾的这个自弊啊 能够快速的走出去 怎么这么倒霉 今天只有这么一句话 你说这个话其实我很不服气 我马上回来 你是说骂两党吗 我马上回来 对不对 我马上回来 据回来210全面该讲 这个美牛的这个问题 朝野之间的这个虚好台湾的能量 根据目前这是行政院已经公布了 到现在才公布 不是 这是朝野协商 这是朝野协商 这是行政院公布的这些 过去的非常明确的 只验猪不验牛 这是朝野之间的协商 朝野之间协商说非常理性的 然后大家一样一样的 按照这个各种的提案来表决 结果出来的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我刚刚一直在讲台湾民众真的非常非常的 你说运气不好也好 我们台湾就是主要在盼望 能够早一点脱离过去的整个的虚好停滞 现在不但没有往前走 反而一发的严重 口水完全不必了 现在这个问题要不要这个解决 先把事实真相说清楚吧 政治人物要诚实嘛 尤其面对国家的政策 尤其美容的问题 已经纠缠了这么久 影响了我们整个拼经济的一个 一个往前进步的步伐 韦泽刚才说了一句他心里的真话 不经意的透露了韦泽说 你行政院自己又行政命令自己公布就好了 代表说其实民进党的心里内心深处 他根本也认为莱克多巴胺什么培林 没有什么毒性嘛 定了一个安全容量 是一个最合理的做法 其实你们心里也同意啊 那为什么绕成这个样子呢 你看那个朝野协商里面 你们明明也答应了 食品卫生管理法第十一条 什么改改完以后几个版本 大家依法表决 不是都已经讲好了吗 所以说穿了嘛 他在省委员说了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嘛 你们不是在反美牛 也不是反什么瘦肉精 不是反什么莱克多巴胺 你根本也不是保证国人的健康安全 你就是为了反马英九 要把马英九搞垮搞臭搞烂嘛 就这个样子而已嘛 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 有实话就把实话 心里的实话讲出来 不要再让美牛这样的一件事情 把台湾的政治搞垮掉 搞垮掉 搞垮台湾政治的一个巴掌不响 如果 不不不这让观众朋友来了解 如果你有早有这样的一个 清楚的公文的话 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为什么不让社会大众看到了 过去民进党在过去执政的时候 完完全全欺瞒天下人 为什么不拿出来 如果现在 你把国家 这个国家乱的 不是只有你们国民党什么乱的 是整个台湾陷于虚号之中 他说我先插一句话 我先插一句话 过去我们行政部门有个惯例 你当有人发现 去跟他要 他就会给你 那这一次呢 现在没有人跟他要 以前我就会跟他要 要了以后就给 现在没有人要 这牵涉到了国家的整个的虚号的问题 如果还用这种态度的话 全部可以淘汰 我这样讲 马政府的特质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说我是执政党 这个东西孙孙立在立法院 把它通过就好了 那我不要出来拿这个东西去 修辱民进党 去批评民进党 这样子民进党到时候反弹很大 然后这个案子就不好过 所以他是心里存在与人为善 其实也是与自己为善 那我说我不要过度刺激你民进党 反正表决国民党一定会赢 这个想法 就是说马政府对民进党的了解太少了 因为民进党是要拿这个议题来当斗争的 他怎么会让你那么容易 就让你上台去投票呢 可是我告诉你 这也不能怪他 君子欺欺一方 国民党你看到这样朝野协商 因为朝野协商一出来 刘宏慈作为执行长就要交给马总统 马总统一看好啊 要表决啊 我刚刚不是念的吗 依序表决 依序表决 只要表决国民党已经算过票了 包括那些收费去 吵吵闹会反对 有人都告诉我 只要票算算 危险的话 我们都会下去投票支持国民党的 这样的一个美牛案 所以我要讲一件事在这里 不能去怪这个 说马恩九 你只能说马恩九他们看民进党 坦白讲是高估了民进党 这里我觉得民众大概会有一个感觉 如果第一次被一个政党骗了耍了 你说那我是君子啊 第二次被耍完以后 那你可能说我反应还是慢了一点 第三次 第三次 你可以做一般普通的人 这不适合领导国家了 侯哥我刚为什么最后会讲说 马恩九政府的乡愿让人无法忍受 你说刚刚 我现在我们先分两部分 草野协商的违反承诺 那个是明摆在前面的 那我们先放一边 卫生署 这个明的公告 但是实际上面呢 却不检验这个欺骗国人的行为 什么时候发现的 去年1月1号商品检验局 把整个的业务移交给卫生署的 食品业务管理局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发现了 所以那个时候 就应该让我们国人知道啊 我们被欺骗这么久 我不是说要把这件事情 拿来斗争民进党 这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它 不是 从台湾的国家利益 不是 韬哥我要讲的重点是 这里面会明着公告禁止 然后暗的不检验 卫生署有没有人违法 有没有人违法 有吧 有吧 你们相怨不说明清楚的原因是什么 为了要遮掩那些卫生署违法的人 对啊 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这样吗 我们今天要求 政党轮替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每一件事情追究清楚 我追究清楚 我不是要去追究陈水扁 我追究清楚 要追究的是行政部门里头 协助陈水扁违法乱纪的人 因为你只有这样处理过了之后 我们以后行政部门的人才不敢说 上面交代我做 我就去跟着他做我会打的事情 没错 我想大部分台湾人都是为了整个的 台湾的利益在着想 如果我们真的爱这个土地 爱我们的民众的话 可是今天的所作所为 不管是谈到民进党的这个满天过海 马英九总统到目前为止说 什么微信的崩溃 马英九总统微信崩溃是他家的事情 可是让台湾虚耗的四年很可惜 稍后回来2100全民开场继续 郭台铭先生说 台湾不能再有学者治国 哪一种学者 稍后回来 就回来说 台湾真的虚耗了这么久 一个美牛的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 空前的一个骗局 而这个骗局 对政党来讲 大家已经是没什么好谈的 两个烂党 这刚刚林玉芳委员很不认同 大概黄伟泽先生也不认同 两个烂党 一个是笨 一个是坏 可是 这到最后的结果 是台湾希腊化 我们不能够再这样搞下去了 不同的一个状况 可是到最后的结果恐怕是 我可不可以逼希腊来抗议你一下 希腊刚选完国会 请问一下你可以想象 希腊的国会选完了之后 多数党说 我没有办法上台投票吗 对 对 讨论是这样子 你一开场的时候就讲说 美牛这个案子 民众听了觉得很恶心 你有抓到民众的feel 可是你第一段的这个 从10点开始 全民开讲第一段的讨论 不恶心吗 不是又把立法院搬到摄影棚来吗 我当然不是指 林玉芳跟黄伟泽恶心 我说那个讨论的那个 你说怎么样 那我说你怎么样 不就是这几个月的缩影 但是我觉得第二段 10点半之后 你的这个逻辑回来了 很清楚啦 就说这个东西不是说 要各打50大板 也不是说两个烂党的问题 这个是肖美琴之前讲的 她说民进党重视台美关系 知道开放美牛进口 有得有失 怎么会有得有失呢 怪怪的嘛 但是民进党执政的话 不会像马英九一样虚伪 你一直帮黄伟泽解套 我相信你有没有帮孝敏解套 他就是一个立委嘛 就一个人嘛 可是不要忘了 上个礼拜五 民进党让这个院会流产之后 苏贞昌是到立法院的餐厅 宴请所有的民进党党籍立委 干嘛 庆功啊 干得好 院会留会了 再见了 这就是党的态度 我现在不去谈黄伟泽的上面 你讲的没错 个人的问题 我同意 那是党的问题 党主席都亲自到立法院去的啊 督军 说给你们这个 对 就这个 谢谢 就是这党没问题 这林委员就抓人家 我这样讲 陶哥 我的结果是这样 民进党在马总统第一任 四年嘛 赞成过哪一个法案 林委员可以做这个 每一个都反 所以各位怎么会觉得 民进党反马是新闻 刚刚大佬分析说 就是要把马英挤下去 这大家都知道 不理过 刚才陶哥里有点就有点 是不是有部分 极少数的国民党的立委 也反马 你就讲嘛 我有个立委叫陈学胜 我公开讲 我要负责 我对陈委员讲到 我听不懂他说 除非马英九下令叫我们打架 哪有总统会下令叫你打架呢 然后罗书磊跟蔡振元都说 不知为何而战 陶哥 如果不知为何而战的话 那你就离开国民党嘛 不然呢 反马其实都无所谓 国民党内部反马当然可以 反马的话 那就是是不是反真相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今天如果看到了郭台铭先生 讲的这句话 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郭台铭先生 这是不是有感而发的 有钱人多缴点税 不要把台湾这一团活水 把它变成一个死水 我想这个事情呢 我不为了 我不为了 我不为了争风头 我也不会抢名利 其实我躲都来不及 可是为什么我站出来 因为台湾不能再学者治国 台湾学者治国的话 一定是误谷 因为他们都没有经验 他们的经验都是从书本上学来的 这个我的经验呢 都是直接食物 我们都是一样 这个基本上 可能大家对郭台铭先生的这个话 各有不同的这种见解 但基本上 这是一个普通常识的这种状况 栽党是干什么的 栽党我就是要每天把你这个执政党拉下来的 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是执政党就是 如果这是一个立国立民的 必须要让人民挺 必须要让法案过 可是如果执政党拿了这么多的公文 拖了四个月 台湾需耗了四个月 昨天到一家牛肉面店 牛肉面店说 我在这里已经开不下去了 很多的餐厅都开不下去 不亚于油店双掌的情况 因为一个美牛需耗的假议题 彻底的欺骗台湾社会 这是谁该做的事情 我简单说 简单讲 民进党不是每个案子都反对了 我也不需要耍嘴皮子了 那那个从这个消费券 一直到产创条例 其实民党觉得可以接受的 我们会赞成 你不要讲说我每个人都反对 我简单讲说一个 产创条例也反对 这就是人民 我简单讲一个这个就好了 收入金剔除这个猪肉 不是基础 是只有猪肉 只有猪肉 只有猪肉 其他的剔除 其他不 这是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跟法律有哪个位阶高 所以说行政命令 所以行政力违背 法律是无效 谁发这个行政 谁负责嘛 就这样子嘛 那你们要不要查清楚 我们回来讨论主要 虽然应该监察委员查 我们现在稍后回来 就是郭台铭先讲说 台湾不能再学者治国 当然可能有人说 以偏概全 但是民众是不是也受够 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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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台湾不能再学者治国 台湾学者治国的话 一定是误谷 因为他们都没有经验 他们的经验 都是从书本厂学来的 这个 这个郭台铭先讲的 大概不是学不学者的这个问题 而是有没有基本的普通常识 有没有这个社会上的一般的认知 能不能够通情达理 能不能该要捍卫的时候捍卫 能不能够不要什么开口闭口 问梁公解让 能够据理力争 能够真正谈到的是 国家人民的福祉是什么 而且达成国家人民的福祉 你不敢干这个一国的总统 干一个CEO 那么唯一的目的CEO 我就是要profit 就是要利润 干总统就是要搞这一点 在野党怎么样的来杯葛 怎么样的这个瞒天过海 你必须要把它揭发出来 取得人民的认同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 台湾人民会说 微信崩了什么 人民真倒霉到几点了 再耗四年 郭台铭先的学者是有定义的 他所谓的学者治国会误国 是那些不使人间烟火在冷气房里面做学者 而且也不愿意跟有实物经验的人去沟通 也不愿意对实物经验做学习 也拒绝去了解实物事件 大家不要忘掉 郭台铭在股东会讲这段话的时候 外面的老团还在抗议他 如果今天郭台铭是一个没有决断力 没有决策力的人 他就会像现在的美牛事件一样 像马英九一样拘泥在 拘泥在那个小问题上面 被民进党整个绑住掉到泥脑里面 正事大事都不能做 所以作为一个好的领导人 其实就是应该要赶快从那个泥脑里面跳出来吧 你何必在这个泥脑里面不断去纠缠呢 我们现在能不能证实一点到今天 无论是从这个刚刚看到的这整个的公文 证实民进党当初是瞒天国海 牛肉瘦肉精的问题确实如此 再根据立法院各种的一些朝野协商的 这所有的签名 无论是就事论事 无论是理性的来讨论 无论是进入议题来表决 事实上的结果完全不是如此 这点至少社会大众要了解 有时候不是学者的问题是兵的问题 学者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这个东西你相信如果一个月以前揭发 民进党就不会占领立法院的院会吗 主席台吗 你认为不会吗 你今天已经揭发了 我们今天揭发了一大堆 你准备一大堆资料 我也带了一大堆资料来 你认为现在民众了解了以后 明天民进党就不会再占领主席台吗 一样占领嘛 所以这个我们郭台铭也讲错了 现在不是学者问题是兵嘛 学者遇到兵有理也讲不清嘛 谁都是一样 你不管你是学者还是不是学者 你遇到民进党现在这个党 当然伟责除外了 他们这样子的占据主席台 你告诉我你现在骂马银九 你现在假设你是马银九 你现在要怎么建议 我是马银九 你现在告诉我你要怎么处理 那现在除了两个第一个就是打架啊 你把他们打败把他们赶出去才能投票 那你告诉我 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投票 大家都要骂马银九 我现在只是请问民众一句话 你认为马银九应该怎么做 你们说马银九没有魄力 你所谓的魄力是马银九要下令 国民党立法委 用打的方式把民进党打出去吗 他说我一句话就好 不可能啦 我一句话就好 蘇嘉全是民进党里面非常强悍 非常凶悍的人 我在选举的末期 我只说了一句话 我说蘇嘉全 已经被光碟在我的手里头 我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他知道我有这杯光碟 从那时候开始 蘇嘉全跟他老婆 就没有再弄过面了 这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马总统跟国民党要推说这是国家的利益 你不得不去接受美国的瘦肉精 瘦肉精并没有像民进党说的一个妖魔鬼怪 这几封公文在二月份第一时间公布 跟社会大众坦诚相对 让民进党说这些讲谎话的满天过海的完全无言以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就不至于煽动到目前很多的民众觉得人心惶惶 没有人心的惶惶 民众的对美牛的支持度虽然不赞成 但是行政说我能够把你要吃你可以拿到 你不吃决定碰不到让人民有信心了 就如果在这种前提之下 民进党就不至于说敢霸占国会主席台 因为民进党霸占国会主席台开口闭口 其成民众是反对美国牛肉瘦肉精的 你知道该怎么做而不怎么做 这就是对整个台湾序号必须要负起责任来 刚刚涛哥你讲说 我其实先回答林委员的话 你说到底要马英九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马英九怎么办 可是我知道我希望这个国家怎么办 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往前进 如果说你觉得流氓 你觉得这个遇到流氓的话 你至少要能够处理流氓 刚刚涛哥你讲说 这件事情叫做空前骗局 你知道我心里头感慨的是 我知道过去八年有一堆的空前骗局 但国民党执政了有证据在手上 为什么不打算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大家还是看不懂民进党耍的把戏 因为刚刚林委员基于他党员的性质 他说也许马英九太善良了 高估民进党了 我认为国民党除了无能以外 他是没有认清民进党的本质 为什么这件事情他一开始的时候 说我们要协商 然后提到院会 到了院会 他霸占主席台 让你过不了 然后又恐吓你说 如果你用行政命令的话 那后果你要负责 这个过程中他就有一个目的 他就拉长战线 然后让你斗臭 让你难看 他里面